很不尊重大家 小小真的会在一些细节 你不应该对女生的穿搭 尤其是泳装 有这样的评头论子 大减分 明白 但其实我当时觉得 就是单纯的一个赞美 但是在我听来 我觉得你不仅是对Sherry 不尊重 也是对我和乃绿不尊重 没有 大家都很漂亮 就是我觉得 就是当我会很玩得开心的时候 确实有的时候会说一些 没有经过仔细思考的话 但是我当时的意思 没有想冒犯任何人 对 不好意思 还有吗 还有 以后再说吧 还有 睡不着了 她会比较认真 对 就还小其实 比较29岁还小 不是 我十几岁别人随便查 她就是想的比较多 她可能你说这句话 她就觉得她代表了 不尊重的女生 对 每个人的点不一样 不一样 反正就是我如果还开了什么奇怪的玩笑 可以完全就跟我当场说出来 也没有了 但我觉得可能就是第一天 你开了一些很无厉害的玩笑 会让我觉得你还挺特别的 冷笑话 嗯 我会对一些我觉得很原则的问题会非常的计较 不会我觉得挺好的因为 我觉得沟通蛮重要的 你不用顾虑太多 你不用顾虑太多 我如果以后我说了什么不好的话 你就当场就说 就跟我说不行就好了 或者是这样说不太好 然后我会当场就会解释一下 我会道个歉 虽然今天你选招招的时候有一点失落 但是没事 我是个成年人 我能挺过来 我能挺过来 对 只是坐到你这里 我还用了挺大的勇气了 天哪 我觉得Tim也说的够直了 但好可爱 一个二十八岁的人 对一个二十二岁的人这么紧张 对 这不是爱是什么呢 我感觉 我感觉快紧张了就是 心脏要吐出来的感觉 哎呦 你也有这一天了 哦 也是坐下来就好好吃饭 嗯 我已经想象到 节目播出后的朋友会怎么笑话了 我看你这小子平时挺潇洒 Tim这都自乎表白了吧 这个 失控了 失控了 掉下来 开他 ALM 我练的经典环节 我练的经典环节 走过了 走过了 我们本来以为她要选Sherry对不对 她肯定还是 她选奶绿不会 你好 预定了 锁了 发现奶绿是遗余地 她不知道不能选奶绿 临时发现 重新选 那真的好 好尴尬 真的 太对了 是不是 有点东西 颠不颠 颠 我们终于上到了 太牛了 但如果她转头到奶绿那看见你预定 我是Sherry 她再坐我对面 我肯定说你起开 不过注意她先去的奶绿这一条 这一条代表她的脑子在转变了 已经不是纯社交牌了 对 你说的对 而且她非常坚定地走过去 她没有犹豫 对